周围全是石头 往外探索却别有千秋 地狱就在遥远尽头 而终界不远不罢休 这就是只有石头的世界三 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鬼 现在从我把这个核分裂整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效率其实非常不错哦 我们的破旧起点已经突破1000了 好快 比我这个绿宝石还快 我绿宝石后来没有增加它的范围 所以就只有8个8个在挖 那游米失败也被超越了 不过1000个其实差不多 那今天的软糖生物灵魂 是我们之后要再补充一点的量 今天我们来做它最可怕的终极煲汤 我们这个做好之后 大概其他起点应该也都好了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材料总共有多少个 所有的材料加起来有56个 哇我想这个要自动化 应该也是要用那个自动合成器 要有齿轮那个一直转 那不过还好是有部分是有ENC的这种原材料 蛋糕也可以 这个我们就直接拿出来就没问题了 我来看一下哪一个没有ENC 诶这个 诶但是有一些新料理我可能要自己做一下诶 不过看起来材料不麻烦 这个我们应该都做得到 OK 这些农作的东西基础的还好做 那这个莓果 总是都是派跟牛奶 各种的派 巧克力 可可豆 诶可可豆我有吗 可可豆的获得方式 哦 丛林树苗也可以诶 或是哦我们这边也可以用灌作方式 那这个就好处理啦 第一个没有ENC的是水果沙拉 这个的话各种水果 诶南瓜片 这个其中是没有ENC的 南瓜片 用南瓜用砧板切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自动化 这个我们可能要试一下 那我们现在准备一些食材好了 那这边我们还是再开一个新空间来发展吧 那这边我们现在准备一些食材 我这边就简单先把一些食材 都丢进我们这个储存库里面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派皮 床片我块这边开始做起 那这边方便的地方呢 是我们只要做一个 然后之后揪起来 最后我们再用那个ENC的 呃个人画的直接把它漏出来就可以了 诶 莓果居然没有吗 这个也可以用麻辣罐出 把苹果变莓果 OK Magic 然后做出来的料理呢 我都记录一下之后呢 再放到箱子先储存起来 这个我们之后还会再用到嘛 因为要让它复制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 无法自动合成的东西了 这边要用到砧板 然后把南瓜放上去 再用小刀这样子切 但这个切是用按右键切的 所以我们可能要用 机械手臂吧 那除了切之外呢 也可以用金属冲压机 诶 这个会不会更好自动化 这只要盖出来的话 只要给它垫 它就可以一直滚过去了 这个好像也不错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机械手臂 有没有办法帮我放南瓜 可以诶 放得上去诶 啊这是这个切 那又一把刀来切诶 我这样子自动化是不是有点麻烦 这边不需要有很多的手臂吗 哦 好像可以哦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用切的 然后这边可以用这个管线 直接把南瓜放上来诶 它支援管线 那再麻烦的地方就是东西会噴出去 所以我们要再做一个收集 那这收集我们这些材料 可能也要放到一个中央的储存系统 OK总之这个可以自动化没问题 这边先有一个高级物品收集器 然后下面呢是这个储存控制器 它这个好处它是可以远距离绑定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放在这边一排好了 我们大家的食材 呃 全部都存在这边 然后这种合成也在这一层 哦这样子我们一次来解决 应该也比较方便 然后沙拉的合成呢 可能要来一个自动化的这个机器 用这个方式来自动合成 然后再把合成出来的呢 再存到我们的箱子里面 我这边先把一些 呃原材料先把它丢进来了 那我们想想看 这边会需要很多这种控制器 基本上是一下大家推荐的 呃结肠绑定器 听说可以绑定方块 也就是说 把这个方块 然后 呃它是要怎么绑定 这样子 两个绑在一起 嗯 哦 哦 所以有点像它的分身的概念咯 所以我从这边也是 呃控制器的概念 我们来试看哦 好像可以哦 没问题 我们让它过滤子 放了这五种材料 然后呢 在里面东西 让它不要露出来 我可以哦 所以这样子 好像没问题耶 我这样能搞定 然后上面调整成Keep 这边消耗的东西呢 才不会完全不见 那我们只要保持它五种东西 都有在里面 这样就可以自动化合成了 搞定 第一个沙拉 这边开始 好评自动中 再来下一个是混合沙拉 这有1NC那好搞定 番茄我之前是 还没种过 野生番茄藤 这边有很多蔬菜呢 我们要再从菌湿土再把它拿出来 番茄、洋葱、水稻、高丽菜 这好像都是我们没有的 这边先大量来破坏一下 这应该随便挖一下就有一大堆了吧 每个只要拿一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用砧板把它切出种子 有一颗种子之后我们就可以种了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用什么方法 种比较好种 应该用最简单的盆栓应该就好了 或是有机灌树 这个还要装水还要垫嘛 那这可能是比较简单 反正我们用时钟加速 这个其实应该就够快了 那这边的结肠方块呢 可以再绑定一个吗 我们现在好想要 诶 哦可以诶 哦好方便哦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完全是绑定它 所以这个方块呢 120个同维度的里面都可以复制 哦这样就方便咯 沙拉搞定之后再下一个地狱沙拉 这个有ENC 要两种蘑菇 这蘑菇可以用两种蘑菇去批次换魂 或是我们去挖灵魂沙也可以拿到 再下一个是烤肉串 哇这个没有ENC 我们来看一下 洋葱番茄跟鱼 鱼 鱼的话有 各种兔肉也可以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洋葱 这边再种 这边我先把一些有ENC的东西呢 像高椰菜这个番茄都其实可以不用种 我们这边直接ENC复制就好了 然后烤兔肉就这个传进去 然后再存到这边来 然后再从这边呢再露出来 这样我们的烤肉串也可以自动化了 现在就是洋葱不够没有长那么快 不过我们先放着吧 再来下一个是夹蛋三明治 要先煎蛋 喔这个都有ENC耶 很方便 那这个也有 我们要先煎蛋 总之拿去烤就好了嘛 但这样算是用煎的吗 所以你就是用烤的 OK这个好搞定 再来下一个是鸡肉三明治 这个有ENC 很好 高麗菜 这个其实全部都有ENC 它好处理 再来下一个是汉堡 这个没有ENC了 牛肉饼 我们其中一个麻烦的东西 来看一下喔 这个要先牛角肉 哇这个是生的耶 它这个一定只能用生的 然后没有ENC 那我们要先的牛角肉 要先来切 总之先切到这个牛角肉 哇这个工序有点复杂喔 这边我就直接用浴水熔炉来烧了 烧速度其实应该还算快 那我们的烤牛肉饼 跟生的放这边 OK这样有办法自动化了吗 把这边输出好像还要再调整一下 顶部输出 OK有了 这样的自动化速度 其实应该够快 不够快的话我们可以加个时钟 但是麻烦的是这边也会用到洋葱 所以洋葱的用量好像很大耶 这边会跟旁边的墙起来 所以我们的合成速度 两边互墙 不过我们看一下 之后做到足够的数量 应该就可以让它停止了吧 像这边的烤肉串 其实做到4000个 好像用不到那么多 我们应该只要1000多个就够了 那水果沙拉也是 或水果沙拉这个不消耗没关系 所以这边直接让它暂停起来 没问题这边我们汉堡也可以自动化了 下一道菜是培根三明治 这个也没有ENC 那感觉材料就只是烤培根 这个要猪肉要切吧 那跟刚刚那个牛肉其实有点像 那这边培根三明治呢 也算是复制左边这样的机器 又来了一台 OK其实我们这个 呃这样的场地没有到很多 这么扁的一个三乘三 就可以完成一个料理 但它料理总共有 有五六十种 所以我要做也是要一个一个慢慢做 也是蛮困难的 再来下一道菜是羊肉卷饼 我们已经完成三排了喔 这烤羊肉这个都有ENC 这个好处理 将羊肉卷饼也完成自动化 这样感觉起来 我们好像已经完成一半了 对不对 这下面好像没有ENC的占的多数欸 然后比较复杂的料理好像也变多了 水饺 哇这用烹饪锅欸 这个加速可能就只能靠那个时钟加速了 面团 其他有 蘑菇 也可以用肉 那用肉好了 面团 这个有ENC 那还可以喔 那这烹饪锅下面一定要放个萤火 那这样子 哇 等一下这边比较麻烦的是 它这个材料会 呃 一大堆放进去 然后就卡住了 所以我们要准确的放进去才行欸 这边要精准放置的话 大家推荐用LaserIO 这个我没有用过 是这个连接器吗 然后要搭配它的物品卡 这个我们来试一看要怎么用喔 这边先做一个基础筛选器 然后把我们需要传送的食物 这样子摆进去 那这张模式要改成提取 我们从下面这个方块把它取上来 这样子它会 真的传送过来嘛 我们可能要再另外一张卡 这张就是输入卡 然后放在这个方向 有吗 诶 没有诶 这边可能要把抽取的物品卡放在底部 这样子有没有 诶 有 但是它放的位置错了 诶 它放置速度好快喔 这边要调整一下它的速度诶 诶 对啊这边可以正常的放进去 但是我们放在另外一边 灌不进去诶 它这个栏位它只接收到晚这一格 它上面这六格到底要限定哪个方向吗 这边换一个方向 左边 哦可以了 诶 可是这个物品卡我是要放四张 那个材料要四种一起放进去才会对对不对 哦我们好像调整好咯 这边我们用了另外一种是 有数量的筛选器 有了这之后呢我们把它设定在64个 它是会维持在64个的样子诶 诶好棒 可以 它不会超过 OK我懂了 我会用了 那现在要把水饺漏出来就OK了 有了有了 这样子我们的水饺自动化完成 它这边要输出一定要从左边诶 左右才可以把这个输出出去 那这个不用玩 哦不用玩太棒了 OK 那这个搞定啦 再来是马铃薯泥 这个有ENC 太棒了 牛排 OK这没问题 接下来是高丽菜卷 哦这个又是要这个烹饪锅了 材料只有两个 那这我们就做一个新的提取卡 因为拿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将物品卡 这样可以吗 这我们要想办法再接上 连结吧 连结吧 OK 这样子 哦 有哦 这个也可以哦 好 这个自动化也完成 这个是高丽菜卷 这也不用玩 玩的话要多一条线去放完了 然后这个制作速度可以用时钟来加速 所以这边之后 哦好快 这边之后再摆一摆 我们就可以超高速了 直达输出一定要从左边 我从右边不行 它这个 好严格 OK菜卷自动化完成 下一个是饭 我们的稻米终于用到了吗 这边就需要碗了 就煮一煮就好了 那一样我们再放一个新的物品卡 然后这一次呢 我有放一个是要放碗的 然后一个是放稻米的 我们来接接看 这样子 嘿 OK 哦完美耶 它这个雷射好强哦 可以很好的自动化 搞定了 再来下一个是炖牛肉 现在好像都是用烹饪系列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次把它处理完好了 这个不一定要用绞肉 这个也要碗 然后鸡汤 这个材料好像都是我们差不多有的 所以我们只要一一的补上 我们现在是菜汤 这个也都有 哇那就是 重复的我们要做好多遍哦 那番茄酱 哦还要先做番茄酱 那我们要想办法先 就储存 这也是要烹饪锅 OMG 是我这边要排一整片的烹饪锅诶 我们做到炒饭好了 这要倒米跟蛋 那这边做番茄酱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这个番茄 我现在要放两格呢 它这边还是只会放一格的量 我这样子好像不行诶 这不知道没有新的过滤器 标签吗 好像也不是 所以我这边要额外用一个方式就是 另外露番茄 那露番茄的速度可能就不能太快 然后赶快把东西运出去 那如果用这个综艺管道升级 它速度它会太快 它会直接满出来 所以可以要比较弱的 不然就是这样子一次四个 啊这样也行啊 这就是番茄酱 OK我们的炒饭 然后还有这个炖鱼 各种的菜汤 我们已经完成了好几道菜了 的鸡汤 还有我们的炖牛肉 哇一次完成了好多东西哦 这个大致上后面的做法都一样 我们就只要扩充 然后这个雷射卡真的好好用 你看我们的地形就是这么简洁 空间用的不大 那就能完成一个自动化 真的是好方便 那这边还要用这个连接器 它可以再扩充八格 它这个射线距里只有八格 所以这样子一直粘一直连 那我这边 呃这个材料区只要放一个 然后其他就到处连接 连接连接连接 然后这边因为中间卡住了 所以这边再换一个残截方块 哦这也是好实用哦 这个这个真的好需要 这样的一个无限化 我们今天就是 学一些新的模组 这个雷射啦 或是这个残截方块 都是我们自己没用到的 但确实真的好好用 然后剩下就是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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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到了第四排炒饭 36个都完成了 剩下20个 哦后面应该都差不多 应该不会有太困难的东西 大致上都有ENC吧 应该还有什么怪东西吗 总之都是切切 应该都搞得定 没有什么更复杂了吧 那中文说定这个好搞定 但后面这边还要做烈焰蛋糕诶 这个就哇 这个我们就要用管线 然后再把这个蛋糕传过来了 好吧 这个之后也是要有一个自动化的产线 不过我们现在很高速 应该是没啥问题 然后之前的魔人浆果 这个我们有种 那这边再搬过来种好了 然后做点 有烟熙的好处理 然后我发现接手臂 那个刀 敲坏了诶 我拿玉水小刀 这还要附耐久 不然这个 已经剁刀坏掉了 不然这个碎肉块 应该是够用吧 诶 猪肉的培根消耗光了诶 不过大概是 可以暂停 因为这边全部都满了 这边上限的是16k 那这边这个就满了 有碗的话只有4.1k 4千个 所以这个鸡汤这些什么都满了 它做速度其实超快 因为有一个自动化 真的是非常的强力 有些这边合成 我们可能就暂停吧 烤培根 已经没东西要烤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高科技厨房啦 占的面积非常小 然后效率真的超级高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我们今天真的是 我觉得发展的非常完美 应该用的模组 应该都是非常适合的 只是我们这边的厨房呢 还会再往后延伸下去 要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每个都要这样一小格 这种话其实 五十几个 这样其实也超多 但其实要做的 大概就30个左右吧 其他有一些的 就是可以复制起来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系列呢 不用按个喜欢支持一下啦 我们下次见 大家 掰掰 by bwd6